案例,都说虾皮有补钙的作用,所以尹老师回家后就每天吃点虾皮,但吃的时候不单单只用它,还加了一个神秘的东西。 现在尹老师等说上楼了,跳舞都不成问题了,真是受益费浅呀。 说到补钙问题,很多都想知道,缺钙的症状有哪些?体中的钙为什么会流失?是不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钙流失呢?尹老师吃虾皮夹的这样神秘东西真的能让补钙效果翻倍吗?为此,我们采访了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李主任。 记者,大家都知道缺钙对身体不好,其实钙补多了也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但许多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缺钙就会盲目补钙。那么到底缺钙的症状有哪些呢? 专家,其实,年龄不同缺钙的症状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判断自己是否缺钙,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年龄和其他方面综合因素来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钙。 下面我就将缺钙的症状和对应年龄给大家介绍一下。 儿童和少年缺钙的症状,出牙晚且长出牙齿不整齐,X型腿或O型腿,肌胸,前额突出,不易入睡,容易惊醒,学走路困难,头发稀少,偏食,挑食,智力比同龄孩子发育迟缓等。 儿童和少年是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以上缺钙症状,要及时给孩子补钙,以免耽误孩子的生长发育。 轻壮年缺钙的症状,免疫力低下,精神和身体都容易疲倦,且浑身酸痛,记忆力差,容易近视,骨骼发育不良,容易蛀牙,牙齿发育不良等。 轻壮年时期是学习和工作的一个时期,生长发育过后,身体内的钙质开始缓慢地流逝,如果因为缺钙而导致身体机能下降,就难以应对学习和工作的巨大压力,所以建议有缺钙症状的轻壮年要注意给自己补钙。 中老年缺钙的症状,身体发生萎缩,骨质疏松,容易骨折,牙齿容易脱落,出血,骨质增生,肩周炎,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皮肤老化,皮肤臊痒,头晕,失眠,易疲惫,早衰,性功能低下等。 中老年是钙质流逝最严重的群体,且缺钙症状明显,导致的疾病也很多。 所以中老年更需要充分地补钙来延缓钙质的流逝,以避免各种疾病的发生。 孕妇,特殊群,缺钙的症状,腰腿酸痛,小腿容易抽筋,下肢水肿,容易疲倦,四肢无力,妊娠高血压,产后关节炎等。 孕妇在生理上特殊性所以单独来说,因为孕妇缺钙不单单支持孕妇自己的事情,也关系到肚子里宝宝的健康,如果孕妇缺钙严重,那肚子里的宝宝以后也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各位孕妈妈在孕期一定要好好的补充钙质哟。 综上所述,缺钙不只是某个年龄段的事情,为了我们时时刻刻的健康,要将补钙进行到底。 记者,了解了缺钙的症状,那么体中的钙质为什么会流失呢? 专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钙会流失,主要有几大原因,一饮食太咸。 因为体内钙是通过与钠相伴从尿中排出的,而高盐饮食会增加钙和钙的排出,进而导致钙流失增多。 二吃含酸蔬菜过多 部分蔬菜中,草酸和植酸含量太高,多余的草酸和植酸会与钙元素结合,形成一倍长到吸收的草酸钙最终排出体外,所以在食用草酸含量较高的菠菜、芹菜等蔬菜前,应先用沸水超烫一下,这样能去除相当一部分草酸,能增加钙的吸收。 三肉类吃得太多 因为肉类中含钙量很低,蛋白质含量高,吃肉太多会导致膳食总蛋白质过剩,也会增加尿钙的流失。 同时,脂肪分解的饱和脂肪酸在肠胃道能与钙形成不容性肥皂,降低钙的吸收。 四运动过少 钙是骨骼的主要成分,而骨骼的生长会受力学刺激影响而改变其结构,也就是用脂则强,费用则弱,当体运动不足时,骨组织会自动降低骨粮。 五晒太阳过少 因为晒太阳能提供体所需的95%以上的维生素D,而维生素D能促进体对钙的吸收。 六体内钙磷失调 血浆中钙与钙的浓度维持相对恒定,当血磷升高时,血钙会降低,过多的碳酸饮料、汉堡等高磷饮食会促进钙的流失。 记者,这虾皮能补钙大家都知道的,引老师吃虾皮加入的神秘东西就是醋。 虾皮加醋补钙效果真的翻倍吗? 专家,是可以的。 因为虾皮里面含的基本上都是碳酸钙,如果加入醋,部分碳酸钙就变成了醋酸钙,更利于老年的消化吸收钙。 但未经处理的虾皮是含有致癌物的,因此一定要把它洗干净,且用开水煮一下,然后捞出备用,比较安全。 此外,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在锅中倒入醋,不然醋一经过高温,就挥发掉了,要先把炒好的虾皮剩出,再往里面倒入醋,搅拌均匀,您平时可以加馒头吃,也可以做汤喝都是非常香的。 除此之外,如果是给年轻补钙,是完全可以不用放入醋的,直接食用像虾皮这样的补钙食品的,它里面的钙也是完全可以吸收的。 记者,除了虾皮醋补钙效果好外,还有没有其他食疗方法也能补钙呢? 专家,也可以吃补钙鸡蛋羹,主要食材有豆腐,豆浆,虾皮,都是含钙量非常高的食品。 这里面的一个特殊做法,会让鸡蛋羹更加好吃。 一用豆浆代替水,二虾皮虽然用水煮过,但也是有咸味的,因此您可以完全不用放盐了。 记者,对于骨密度检查,您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专家,如果您要想彻底的知道自己是否属于骨质疏松,最好选择在三甲医院用这种双能X线的骨密度仪来检查, 才能真正的明确您知否属于骨质疏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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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数 骨质疏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